Dreader treatment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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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Wars Jedi Survivor 就出了 搞到我若想玩回之前的Jedda vpn Order 只是很多 EA 遊戲 本身是 EA 購買 一定要用 EA App 才可以玩到 很好 跟前一兩個月不同 和这部EA App 在 Steam Deck 终于可以正常执行 今天就一起看看如何将原新的 EA 游戏 加入 Steam Deck 来玩吧 首先,去 EA Apps 官网下载安创程式 网址在影片简介同时列给大家看 来到 Desktop Mode 安装程式放置在自己喜欢的位置 然后威脚 选择Add to Steam 打开 Steam 威脚安装程式 选择设定 再选择兼容 强制程式使用 Proton Experimental 好,点击 Pay Button 执行安装程式 好,点击 Pay Button 执行安装程式 点击 Let's Go 内心等候程式下载相关的 file 完成之后,不要心急登入 EA Account 我们强制结束安装程式 再次威脚安装程式 再次威脚安装程式 选择设定 今次在 Shoccut 点击浏览 找到 EA Apps 大致是影片画面所列的位置 至于 ID 各有不同 我们可以点击 Day Modified 令到排序由最新的来开始 通常都会在第二个位置 想确保一些的话 可以看回日子和时间 继续点击和登入所列的资料夹里面 目标就是 EA Desktop.exe 留意不要选错下面 Exp 号 选择完 在 Launch Options 里面 输入以下的指令 令到 EA Apps 可读取 3D 卡 当然 你说我不会安装任何人 可以在 SD 卡里面 你是可以不用输入的 喜欢的话 可以顺手改名和加入自定义的图片 现在去程式版面 点击 Play Button 執行 EA Apps 内心等一等 这个时候可以登入自己的 EA Account 当日之后 点选右上角自己的图标 选择 Setting 选择 Setting 先去 Application 里 关闭通知 In-Game Overlay 等等 然后前去 Downloads 点击 Edit 设定游戏的预设安装位置 留意 这次有点不同 SD 卡的话 就选择 D Drive 不过 有些人 就不是 D Drive 而是 E Drive 总之 就是两个其中一个 如果选择真是 E Z Drive 的话 试过了 E Apps 认不到 有点击 左上角的三环 选择 Collection 去到自己想玩的游戏 点击 Downloads 去到自己想玩的游戏 点击 Downloads 按 Layer button 再点击 Downloads 安装完后 關閉 EA Apps 点击左下角 Add A Game 点选 Add A Non Steam Game 再点选 Brass 找回自己游戏的安装位置 选择游戏本身的執行EXE 组织 选择完之后 可以去到 EA App 的设定 将 Launch Option 的指令 copy 然后去回自己的游戏 将指令 paste 在 Launch Option 上 之后去兼容那边 同样强制使用 Proton Experimental 我们执行一次游戏 即时关闭游戏 目的就是产生游戏的 Prefix 这个时候收买 Steam 打开 Dolphin 去回影片中的位置 同样排队是由最新开始的话 Prefix 就是第一个 想方便一些的话 其实可以安装 Proton Tracks 这个小程式 首先 复杂游戏的 Prefix 路径 首先复杂游戏的 Prefix 路径 去回前一个户 Combat Data 的资料夹 将游戏整个 Prefix 的资料夹删除 删除 删除之后 名称部分 只留下游戏本身的 Prefix ID 至于下游戏本身的 Prefix 路径 下游戏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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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ix 路径 大家会看到EA App 自动登入 一切大功告成 这样就不用每次打开EA App 去执行游戏 今天就是这么多 希望大家留下一个三年给我吧 拜拜